为了脱颖而出 各个参选员可以说是积极强曝光 争取党员的关注 根据社群平台大数据统计发现 最近一周六位参选员当中 吴敦义掀起的最多网友讨论 尤其是出席活动讲到激动处他又哭了 成功的引发话题 另外洪秀柱批评民进党意识倦国 感叹不能自称中国人 这番言论也让网友疯狂转载 国民党魁谁来当 不止陷入六抢一激战 参选人的网路声量更是说变就变 回顾二月十号 当时排名是洪秀柱 吴敦义含国瑜 两周后垫底的好龙兵 急起直追 吴敦义人气也攀升夺冠 本周排序又产生变化 为什么不动心 因为我爱中的东西 这一哭让吴敦义在网路上的 讨论度破表 透过社群网路平台进行大数据来看 吴敦义的眼泪印发讨论 再度作文党魁参选人声量最高宝座 洪秀柱稍微回温超越好龙兵 曾启贤谈国瑜 潘维刚三个人 讨论度低乏人问津 要论话题性远远不及吴敦义 谈谈的过程中讲到他爱国民党 讲到深处还激动落泪 最终不叫杀勾斜的议题 民众就非常的关注 所以造成吴敦义 那这一个礼拜的 在网路上讨论分量 就相较于其他的当主席的 竞争者高横座 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 好奇怪的一件事情 好龙兵能稳战前三 仰赖探视八百壮士 互退降发言 成功吸引关注博版面 但网路声量 不代表党员支持度 创造话题性之余 如何抓紧党员的心 恐怕才是至上关键 欢迎新闻零语言 零零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